这样句话有人就在跟你讨论 2019年是不是中国的经济血崩之年 这个问题你觉得有那么严重吗 对这个问题我在推特上和推友讨论过这个问题 有推友确实就提出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这不就崩溃了吗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说你这个讲的崩溃呀 不是经济以上的崩溃 是政治以上的崩溃 就很多人心目中想的崩溃就是 哦跨喽 股市跟中国的经济体制之间 是什么一种关系啊 我想通过给你的讨论呢 来帮助我们的独自了解这个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今天 所以说我想请你讲 首先就是这贸易战啊 嗯这个开始打以来 这个股市的变动情况啊 这个这个你能不能给他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描述啊 对这个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是不关注股市的 不关注我关注的是个股 哦个股 哎个股那么如果说从个股的角度来讲 你是需要要求就是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 你那个个股影响不要太大嗯这是投资者的需要在意的一个东西 那么换句话来讲呢就是说呃这个公司的质地要非常好 质地要非常好要能抗风浪啊 但是您说的这个股市的变迁总体来讲那是受各种呃宏观局面影响 嗯那那个个股受不受这个宏观经济的意义 呃个股应该是要具体看嗯是要具体看啊呃是看是哪些是跟那个国际贸易有有重大直接相关联的板块 嗯还是呃关联不是那么大啊 嗯但是总体来讲呢因为这种贸易战他牵扯到了一个整个对外开放的一个局面是不是会变局 嗯啊所以他会 所有的股票几乎都会是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这是肯定的肯定受到影响 嗯所以就是在这个呃去年12月份那个阿根廷的川 川习会之前他是处于高度不确定 哦这个这个G20会以前是高度不确定 哎高度不确定高不确定了那我的看法呢是 川习会之后这个进程就确定下来 确定下来这贸易战的作为一个利好的消息出现了 这是这个G20为 里程碑 嗯 我觉得不为过不为过不为过 作为一个里程碑这个词来讲不为过 当然我我有时候私下里我会说这是可能三十年不遇的一个战略性的套利机会 三十年不遇的套利机会对 这个你为什么如此乐观所以我要请你给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G20就成了一个里程碑又成了一个啊 如果你还到股市赚钱这是三十年难得一见的啊 比2016 06 07年还要好得多 对对对对 这个里头呢牵扯到一个心理问题 嗯 牵扯到心理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在那个呃 中国这个经济问题这个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一直是存在的 嗯 但是呢被这个总量的高速发展掩盖了 嗯 这个结构性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呃列宁先生说那个中国就是那个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 嗯 就是整个过去这个呃 苏这个苏联为首这个东方世界他构建的这个经济体制啊 嗯 名义上说叫社会主义 嗯 实际上呢 列宁给他起的名字我觉得更准确叫国家资本主义啊 尽管这种这种词汇是呃 非法词汇 我觉得在语法上来讲是非法 不可能就是说是在在这个葡萄干前面加一牛粪说牛粪葡萄干 嗯 但是呢呃我们能看到一些东西这当然不是资本主义 他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 嗯 但是我们知道他可以想见他是一种形态 他在模仿资本主义 嗯 哎模仿资本主义 但是模仿中间 他是最恶劣最没有效率的一种机制 嗯 就是把所有的资本 哎归到国家一家手里头 嗯 嗯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这个国家的呃 所有的这个 工人阶级工作者就成为 半农奴或工奴的状态 因为只有一个雇主 嗯 嗯 就是不服从者不得工作不得食 给出路就算是赏赐 是吧 嗯 就如果说你对这个体制有微词的话 给出路就算是赏赐了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体制也是非常没有效率的 就是在在列宁他们最初认为 这个可以把资本主义大生产进一步的有机化 推进是吧 因为你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过气了 垄断资本主义不行了 那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登场了 对 哎 我们是更有这个更大规模的这种效率啊 呃 更有计划性 这集中资源好办事 对 因为你们这个企业都是 企业家都是晕晕乎乎的 自己的企业好像精打细算 但是整个社会是乱的 嗯 哎 他们认为是乱的 嗯 自由竞争他们认为是乱象一片 嗯 嗯 啊 那么浪费很大 对 为什么要生 搞那么多生产线呢 搞一家生产线就OK了吗 嗯 所以这个反过来讲呢 就是说实际上 不管是马克思也好 列宁也好 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解 还是有问题 嗯 有问题就太简单了 比如在列宁的心目中间 那个企业家可能就是一个会计 嗯 或者是个公投 会计家公投的角色 嗯 他并不知道企业家是在做什么 实际上企业家是在 呃 在侦查这个市场需求 这个企业家的警觉和敏感 嗯 他是在侦查消费者需求 完了以后呢 看到需求之后呢 他不会轻易动手 他还要做一个预期测算 我如果说要去满足这个需求 用什么样的产品满足他 嗯 这个产品呢 未来售价是多少 未来的成本是多少 现在有一个成本 嗯 未来有成本是多少 那么我能不能cover我收收收入能不能cover成本产生利润出来 嗯 这个利润还要覆盖掉他的利息资本的利息啊 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工作 嗯 当然也是一个呃就是冒险家的工作 因为没有人确定对未来没有人确定说我可以拍吧 那么这个时候带有一定的赌性 所以企业家呢会把自己的身家赌上去 包括资本家借钱给他的时候 这个钱可能有有血本无归的可能性都有 嗯 是这么一个进程 就是他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在观察消费的需要 同时要压上自己的身家 嗯 这是企业家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都知道纪委干部不会这样 嗯 没有为什么 他花不是自己钱 对 第一个不专业 第二不是自己钱 嗯 所以不专业就是他什么都管 什么都不懂 第二个呢 花的不是自己家的钱 嗯 对对 破产了他照样吃的很好 嗯 是吧 那么大不了就是在银行在贷款嘛 这是现在的格局了 过去就拨款嘛 嗯 财政可以继续拨款嘛 那么 我们也知道这个呃 这个苏联的这个呃 70年的实践 包括中国也30年的这个社会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实践 我不知道叫社会主义容易混淆 容易跟那个欧洲的那个社会主义 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实践是非常糟糕的 非常糟糕的 那么呃 应该说呃 整个苏东都放弃了这国家资本主义形态 中国放弃了没有呢 这是个问题 嗯 对 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体制下呢 刚才你提到的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说啊 你说那种体制没有效率啊 但是呢 中国模式高度低效 啊 但是这个中国模式的成功呢 反而被很多人认为 这是中国有效的一个证明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认知错误 对啊 这是这是这个 因为他并存 所以你就认为原因在他 对对问题在这就是这是两个现象 嗯 能不能看到了这个东西存在 就是说现在中国啊 啊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啊 他这么多这个东西毛时代也存在啊 他这么经济上面 而且他更更更 这么样的一个经济成长 说说这个经济的成长是在于他的这种啊 这个计划经济啊 计划经济已经放弃了 实际上没有人把他认为这个财能果是中国的计划经济的一个产物 而只会认为是啊 中共引入了资本主义因素带来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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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这是个这是这么 但是呢 问题在呢 共产党能够跟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并存 因此呢 他让美国感到害怕 这也是贸易上爆发的一个背景 是这么理解的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旧体制 不管他是变异了没有 还是原汁原味的存在 比如说党的领导我认识是原汁原味的存在的 对 是原汁原味 那个国家资本制这一块是有变调的 比如说过去叫全民所有制 是吧 地方国营什么 这个还有部委的企业 还有一些什么各种大集体小集体 这样的形态变了 这样的形态变了 但是呢 他变成叫什么 国有制 是吧 这一块变成国有制 但是也有一些 那个也有一些变化 就是土地 比如城市土地 它变成国有制了 过去的时候 城市土地都属于私人和各个单位的 那么我们知道的 就是有80年代 曾经有过一个土地上的一个管理 一个法规的变化 城市土地就必须是 国有化之后才能够 才能够开发商用 这是一个另外好像是应该都国有了 城市的土地 城市土地国家所有 都是国家所有 农村的土地 这个是实际上是在毛时期都没有做到的 毛时期都没有做到 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他这变迁 他在用一种市场化的和法制化的方式 来确定他的一个 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新的一个变调 他在用这么一种形态 就是他有包装 不是 但是后面的应该说本质没有得到变化 基本上还是中央意志 基本上还是中央意志 那毛时期也一样 对不对 就是你家的地友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当然这个里头有一些变化 他适应这种经济改革之后的一个形态 也适应对外开放的一个形态 那么但是这一块呢 我们看到的这几年还反而在强化 就是虽然说他的那个 失去了原汁原味的形态 但是貌似更有力量 比如中国的国企 是吧 我们认为他是非常没有效率的一个形态 但是突然发现他有力量 那么中国的政府突然发现他财力很旺了 对不对 那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带来的吗 我觉得不是 对啊 这个正好我们有一篇文章了 今天我们讨论贸易战之前的中国经济状态 我们要提两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那是这个 曾经的法官律师和房地产商叫陈天庸 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呢 他那篇文章很好 他写了一篇文章啊 就是我这个企业家这个逃了这个离开中国啊 大家搜索这个他的名字啊 就是说啊 陈天庸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啊 这篇文章呢 是他在这个飞机上啊 用这次 用用手敲出来的啊 影响非常的大啊 大家可以去看这篇文章 嗯 还有一篇文章呢 就是一篇网文 就是中国经济是怎么玩玩垮的啊 我估计啊 就是这两篇文章啊 就是他对贸易战开始前的中国经济呢 他们都有一些啊 分析和判断 那么呢 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国经济呢 是怎么样起来的啊 这个点头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这篇中国经济是如何玩垮的 他点到就是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个加入WTO 嗯 嗯 中国经济不会起飞 所以他把这个中国经济的奇迹发生的这个点儿 落在了这个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种地上 对 所以说如果从这样来看呢 他就跟这个啊 中国的内部的这个制度资源就关系不是很大 对 主要是这个外力作用的一个产物 对对 那么所以说这就把这个贸易上跟中国这个2001年以来啊 经济起飞的这个关联性就连接起来了 嗯嗯啊 对对 就是你的增长的原因还还存在吗 你真的你2001年你这个你这个经济起飞是借助你 加入WTO的这样一个啊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东风那么呢 你完完全全是靠WTO带来的这样一种巨大的这种商业的一个机会你经济起飞了那么现在呢啊美国人发现你加入WTO你不守承诺要把你WTO的门给关掉啊或者宁起炉灶或者给你一对一的谈判再也不让你享受WTO这样的一种待遇你的经济 还怎么飞啊看你是不是应造路的问题了啊 现在就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判断啊这个对经济挖垮的这个这样一个整个的一种逻辑的分析你觉得他成立吗 我我觉得他没有大错没大错没大错第一个来讲呢就是呃中国的内生原因当然是有的嗯 内生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搞了开放大家挣点小钱是OK的嗯就是过去不让你搞嘛资本主义尾巴给你割了养鸡也不行嗯 现在允许养鸡是不是日子好过一点这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这么大的持续的经济增长那那他的这个判断是没有错是因为对外开放造成的就是猪三角长三角这个实际上是80年代的时候呃赵紫阳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叫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呃我看到他的一个回忆回忆录里头提到他给他在这个呃90年代还给当时的 国务院负责人写写写过信嗯嗯就是希望这个不要改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个方向不要改嗯那么呃这个方向呢在WTO之前他本身应该通过香港的转口啊他已经有一些呃作用体现出来了我们知道广东是吧嗯是比较呃经济比较好的一个省在整个90年代啊 那么加什么东南西北中全部下广东是吧这90年代的口号了但是到了01年WTO之后我们看到不光广东长三角也起来那长三角的依据是什么 那么应该就是说是整个就是两头在外嗯来聊加工式的这种方法当然来聊加工这个词呢呃就是没法没法覆盖这整个这个这个这20年的将近20年的这种发展 他实际上是什么就是国外的国际的资本嗯国际资本啊他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这个呃利润空间也很小了啊啊我们从利率上能看出来是吧空间很小了那么他呢呃和这个大陆地区很低的这种地价很低的这种劳动 那价格很低的劳动这种结合在东珠三角长三角这个结合应该 应该带来了非常大的一种替代效应替代效应 这个改革开放最初我们就知道他是香港台湾嗯嗯这两个嗯啊 福利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呃他是香港台湾带给中国的东西最有价值的是呃 几乎是免费的支持的书商业支持的书就怎么样管理厂子怎么样管酒店嗯啊市场在哪嗯怎么样搞底切单子啊这些应该是呃非常厉害的嗯商业上的 帮助然后这个WTO带来第二个阶段就是国际大资本大资本的进入还有这种大市场嗯嗯大市场就是国际大资本国际大市场嗯两头在外那实际上跟中国的腹地只有一个关系就你输出劳工嗯四川呀河南呀这些地方你输出劳工输往哪输呢全往沿海地区走包括山东他往韩国啊往日本走啊对吧长三角珠三角 啊那么以澳大利的澳大利亚的矿石加拿大和那个美国的农产品我既然说一句话中国的这个工业化是是这个美国的和澳大利亚的小麦支持起来大豆支持起来的美国的大豆支持起来的因为只有这样农民中国农民才有可能离开土地啊嗯才有可能变成工人啊从事更经济效率更高的工作 所以说这个中国经济是如何玩垮呢就一个就是讲的是WTO啊这个给中国提供的经济起飞的一个机会嗯然后呢在美国现在把WTO的门啊要给关上这样的话呢啊这个进去的企业开始不敢进了啊中国生产的东西也不能出了等于是两头把这个中国的经济就堵死了这是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判断啊 对中国经济危险一个判断但是呢这个陈天庸的这篇文章呢他提到另外一个观点他就说呢啊即使没有贸易战中国经济下滑的势头也不可离转嗯那么你对他的这个判断怎么样他就是说这个川普不关这张门的话中国经济也会死他说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呃张永长先生提出来一个词叫卫富先交嗯就是他应该在胡温后期已经开始了 就是中国的这些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学界哎呃都有一种一种无端的这种自满嗯嗯哎觉得了不得我们确实了不得哎呃从政治上的影响了有所作为啊过去叫韬光也会现在也有所作为实际上这个趋势应该从胡温后期已经开始了那么伴随着国内的进程呢就是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完了以后呢这个呃呃管制加剧嗯管制加剧啊这个是很多方面的原因啊不还都不不简单单是从呃从这个呃从从这几年啊就是一方面呢呃还继续喊着这个改革开放嗯另外一方面呢呃行动中间呢裹足不全裹足不前而且呢很多地方在大倒退嗯 就这种自满他们认为自己总结出来一个呃一个新的玩法哈要把这个要要从理念上提纯一下中国道路是吧呃是中国道路什么道路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嘛就是把那个四小龙的路在更大规模上走了一遍对不对十几亿人的一个一个经济体里头走了一遍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在呃在前些年有一个很 此很形象的词汇叫中美国嗯他就指经济上中国美国成为一个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啊中国的这个前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单国家啊不算欧盟单国家美国呃日本韩国完了中国跟这这日本和韩国搞得都很僵是不是民主主义问题对就是呃就是一些完全不懂这个经济成长的原因的人嗯他们坐享那个 好处的时候呢同时他错误的总结着这些理由他觉得哦那那那跟你们关系不大啊中国制造可以马上变成中国创造了嗯那也许如果他是稍微明白的他可能学这是梯子那梯子不需要了他认为这梯子不需要了糊涂点的他觉得我们自己哎根本跟他们关系不大是吧那么呃整个一种冲昏了头脑的一种乐观情绪和这种呃 呃我说我们还叫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也不是民族因为里头没有体现出哪个民族是汉民族啊还是维吾尔族啊就是大的战略嗯他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情绪国家主义情绪国家主义情绪呢实际上呢他是呃非常呃我们用用传统的我们词合叫反动的非常反动的一种东西嗯他一方面压制资本主义的势力一方面压制社会主义的势力就是资本主义势力他可能 就是这种经济成长的动力被压制另外一个我们经典的社会主义者可能更加追求社会平等啊这些他也要压制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呢他在中国他文化里头他跟法家结合起来就是秦治这套东西结合起来明显看到呢这套东西在复归跟你最高领导人倡导什么理念呃关系有但好像没有那么大 就是在贸易战之前陈天佑说的这个呃就败向一漏就这种增长有可能逆转嗯嗯又是因为内部的原因这增长是外部带来的但是内部配合也很难呢对啊你增长是外部带来的你内部配合不内部配合这个中国经济是如何搞垮的他把这个李嘉诚从中国撤出作为一个李成碑的一个事件啊他就说这是对当时有一有一小 朋友写了一个不要让李嘉诚跑了很有噱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因为李嘉诚跑了是在贸易战开打之前对李嘉诚就走了对对他说因此呢这个支持实际上支持陈天佑的那个观点就是说你贸易战不开打中国经济就完蛋那么就是因为你中国内部自身出来这样一种自满情绪啊中国模式的提炼还有你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的也好他导致的这个啊这个资本在原形惶惶啊感觉呢他已经没有办法 企业家心里都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这个企业没法做了所以说我就说所以说人们在分析中国经济为什么玩垮的时候这篇文章就说李嘉诚从中国走是中国经济玩垮的一个啊里程碑的一个东西嗯嗯他是这么说嗯是这么说对吧 嗯